撞山大概是女星最忌讳,但是又完全无法避免的情况了。 虽然在观众看来,撞山有种美美的感觉,但是对于撞山的女星来说,可就是很尴尬了。 不过,即便如此撞山依旧是女星世界物中必不可少的经历,撞一两次倒是没怎么样,但是连撞七次的话,是不是就有点让人惊讶了? 而这一对撞山姐妹花,竟然还是刘依菲和杨颖。 某次活动中,杨颖鲜少的穿着帅气的西装,一感往日甜美风格,令人眼前一亮。 可是,这次的服装却不是第一次被大家所知,而这次扔着了baby的造型服装,却意外撞了刘依菲。 某次活动现场,刘依菲也是白色的西装礼服外套,内搭白色的衬衫,以及人杀裙摆,再用黑色的带子项链作为配饰。 不得不说刘依菲真的很白,而且住的这么多年似乎没怎么变过,总觉得她还是在金粉饰家里白白嫩嫩的样子。 如果说黑白色还比较经典简单的话,那么,紫色就一定让人看起来浪漫妩媚了。 不过紫色也是很不好穿的一个颜色,刘依菲因为肤色白的缘故,所以穿紫色只能显得她更白更细致,而洋颖色显得很洋气,以及溢溢风情。 只不过在外衣的选择上,刘依菲因为简单大方,跑过杨颖的每次外衣,除了套装,黑色礼服也是女性非常喜爱的款式。 刘依菲和杨颖的第四次撞衫,就是一件黑色路肩礼服。 只是刘依菲因为肩膀没有洋颖那么瘦的缘故,所以看起来有点壮。 可即便如此,刘依菲还是很白,相同的还有两人撞衫的一件粉色绣化连衣裙。 因为露出腰性的缘故,刘依菲的身材显得肉嘟嘟的,就没有洋颖的看起来瘦小精致。 黑色裙子里一定也少不了类似面料,这种黑色面料,其实很容易显得天下,但是刘依菲和杨颖都穿出了自己的风格。 刘依菲有种端端大方的感觉,杨颖则多了些女人美,余小的梁华就不分伯仲了。 黑色的裙子显得,两人精致灵动,似乎都很好地展现了两人的气质,也是露腰的设计,但是位比较泡上,路空的部分也比较大,不会显得局促。 两个人穿这套都很美,而这件休闲连衣裙,则更显得年轻有活力。 两人虽然撞衫次数多,但是却都很美,看来只要是颜值高的美女,穿什么都很好看。